老外一每日一大回答一些臭宝的眼花问题 第一个臭宝 杜鹃不开花怎么回事 你这不要开了吗 就是杜鹃能养成你这样的臭宝 你已经打败了全国90%的网友了 就90分以上了你知道吗 就第一梯队了 别着急啊 慢慢不就开了吗 对吧 植物的一个月相当于人的一天 懂了吗 你看怀孕 正常人怀孕得多少天 嘛得300天嘛280天 那你要放在植物上面的280个月 得40年 还要你 对不对 所以说你这样一想植物还是蛮快的 蛮高产的 要有心态 好吧 如果老是不开的话 你可以适当的用一点点磷酸二氢钾 按照1000倍的比例稀释给它顶一顶 好吗 下个周末 白蓝新叶儿看起来好 大叶儿总是黑 那就把所有的大叶儿给它剪掉 可以吗 抽宝 哎呀 能养活 你能 只要白蓝 只要你能养活 你放心 你就打败了全国80%的人 有80%的网友他就养不活 人话说我就养活了 那你就剩了20%的人 你信我的吧 老花一个十年 我理解这个白蓝还是比较深的 很多话都养不活 明白了吗 如果老四皇的话 怀疑还是略微有一点点水大 不过再长新叶子 这是好事 老叶子掉就掉了 新叶子长就行 下个周末 福禄烤还有旧吗 这没啥事啊 正常养就行了 它有个洞 那不很正常吗 人还有七窍呢 我大舅子嘴很大 你大舅子是有病吗 你不骂人吗 啊 大舅子两个嘴 后脑勺子也长 那可能就不正常 这个正常 没事 下个周末 白掌不该挖 怎么办 用点磷酸爱青甲 好吧 你买的这个不是琴花的 琴花的它是美酒 你这个不是琴花的 适当地来点磷酸爱青甲 它也爱开 下个周末 长寿花有花包 长寿花有花包 不明白 就它不长花包 你分析一下 看看它在的地方 是不是光照比较好 灯光也算光 明白了吗 你阿姨花 如果我想着它长花包 你就现在这个 我看着挺壮的 晚上的时候 你用个黑塑料袋 或者是一个大箱子 给它扣住 白天的时候记得掀开 就是别超过 八个小时的光照 有上一段时间就长了 喜欢黑黑的时候 干羞羞的事情 明白了吗 好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关注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长一 白的臭包